离奇 高雄大叔 频吐白色石头 医师揪出他得这种病 甩成倍症这两动作很重要 高雄一名56岁大叔 最近常常吐出像米粒一样大的白色石头 吓得赶紧就医 他本身就是一个石雕师 那从事石雕工作大概有40多年 近两年来就会有一些慢性咳嗽 或是胸痛的情形 有时候他会觉得喉咙有一些硬物感 那吐出来之后就发现是有一些像是石头状的物质 医师立即帮大叔安排内饰镜及电脑断层等检查 经见大叔石道里有楼管 还有许多白色亮点 从内饰镜的影像里面看到就是 在石道的部分有一个石道的楼管 从背部的电脑断层扫描 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是石道 在重隔腔的部分看到这些亮亮的东西 那这其实就是盖化 就是像是石头一样的东西 医师研判大叔长期吸入本城 罹患了恐怖的陈肺症 陈肺症的话最主要就是会危险因子长期吸入 这个病人就是因为陈肺症之后 造成气管跟重隔腔旁边有一些长期的钙化 反复的在石道旁边做一些摩擦发炎之后 就造成石道产生一个破裂跟楼管的一个情形 这样子 重隔腔的一些概化就会从楼管里面就是跑出来 其实都是致死率很高的一个疾病 医师立即要大叔住院 施打一个多月的抗生素 迟到楼管癒合后才让大叔出院 医师表示陈肺症患者 早期没有太大的背功能问题 但随着背部发炎与纤维化 中后期会出现咳嗽、喘及呼吸困难等症状 由于本层一旦成绩在人体背部 就无法清除 现今并无有效的治疗方式 且疾病发被癌的风险是常人的八倍 提醒易吸入本层的高危险毒群 像是石料区、磨石工或装潢工人等 工作时都应做好自我防护 预防、生理治疗 台湾的石头一般都有二氧化系 你打磨或者会有二氧化系的那个粉层产生 所以最好是有能够防护 PM2.0那个防护罩 避免吸入那个二氧化系 那二氧化系会造成那个 细肺病 除了做防护还有一个排风的设备 抽风机把它抽 产生一个对流的现象 把那个气给带出去 各位新闻,高雄报到 直接转换过去 有名花